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东西是没有药材 然后它里面有牛油 其他的话可能就不太方便告知了 江湖一点绝 说穿不值钱 80后的吴志冠来自台湾 到北京开火锅店迈入第三个年头 原物料坚持手工制作 特制神油每天熬煮四小时 还有这一锅老卤汁成本更高 这锅卤汤是我们从台湾坐飞机过来的 然后这个卤锅的历史跟卤汁的历史 已经五十年了 细火焖熬牛肚 呈现美味焦糖色 大肠牛筋同样焖煮十小时入味 台湿麻辣锅搭配老卤拼盘的美味 早在台湾飘香三十五年 是艺人自常去的明星餐厅 当初老店创始人史大德 不愿到对岸冒险开店 吴志冠其中一位合伙人 特地飞去台北当学徒 好几个月 用诚意说服老店创办人 因为其实这两年我们也有失败过 也有被市场不接受过 我们做了很多不断的调整 包含新团队的加入 然后包含口味菜品的调整 根据2017年火锅大数据报告 毛肚羊肉牛肉 是大陆最受欢迎的三大菜品 当所有同行都在拼比传统蒜肉品质 吴志冠推出这一道超澎湃的海鲜拼盘 立刻跳脱一般火锅特色 新鲜虾滑融合油条酥炸 加上台湾小吃炸鸡排和香肠 都是正殿之宝 就连火锅调料也很接地气 台湾生蛋沙茶 四川麻辣酱 北方人最爱的海鲜汁 每一道食材全部纯手工制造 越被消费者认同的餐厅会生存下来 因为其实在北京每年都会有 五六万家开业 但是其实每年也有四五万家会倒闭 就是被市场否定 消费者不接受 要怎么满足喜新厌旧的消费者 定位非常重要 目前北京最受欢迎的 前三名的餐饮 分别是火锅 川菜还有咖啡厅 其中川味火锅最普遍 所以台式的麻辣锅 现在正是入场的最佳时机 晚上好 欢迎光临 他是张凯伦 胡志冠合伙人之一 来自东北的九龙后 专门负责精算市场营销 其实台式火锅 在北方还是挺稀缺的 特别是北京这种 大环境融合的 哪一桌 看好台湾麻辣锅独特性 锁定中上阶级为主流客群 举例北京吃一顿普通火锅 大约70到110块人民币 平均是350到500块台币 胡志冠店里人均消费 定位在280块人民币 换算1400多块台币 北京人照样买单 我们之前有计算过大部分来我们这客人 常来的复客的复客 大概他们的人均收入估计要计在 2万到3万以上 对 还是相对消费 属于终端的上了 根据大陆餐饮2018年报告 北京火锅数量已经超过1.3万家 超越重庆在成都之后 成为第二大火锅城 如此竞争的鸿海战场 胡志冠团队反其道而行 中高价策略正好拉高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 占稳精诚 获获市场商机 三立新闻任一方雷明达北京采访报道